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坤 这期节目我们来讲一下 先细的一个过清明节的方式 然后我们不管要扫墓 而且还会制作这种东西 这就是做蒲子粑粑 它是用糯米粉和青蒲的叶子 最嫩的那一部分 经过全统工艺 这样造成的 我这边现在吃一个 我已经吃了四个了 我也特别喜欢吃这东西 吃这东西还可以清热结熟 清热下火 这口感特别的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来 把整个制作过程 教给大家 首先我们选择清蒲 顶上最嫩的部分 就是这一种 回家以后 清洗干净 然后就是放到锅里面煮 煮的时候要加上这个纯洁 这样才能够煮得烂 只要这个椰子 水不用 这就是这种清蒲的叶子 叶子 里面的是豉米粉 入味 把蝦弄起来 不要够了 我不要点了 啊 你把锅锅买一行 你没那么长了 你怎么还要去呢 你爸爸不知道其他的 我的是不是 因为我吃你都喝不得 等我的是不是 跟水在这里 不小心 你倒点我呀 还稀哦 那你不是跟毛虫吗 不是我去挣掉货嘛 在花头花花去捏 捏了 捏了去 非常好吃 嗯 雪 我来面 有汁 姿 我都是あり空 我还可以来 就撒olis一 restrictions measuring